那這場議程我們很高興邀請到鄭熙明老師來為我們分享 鄭老師是台科大的副教授 其實在台灣的自然人才培育上面也做了非常多努力 可能在座很多的同學也有參加過AISN的計畫 那就是鄭老師在那上面付出了非常多 今天另外一位講者是鄭老師的學生明慧 他是台達電的工程師 然後在今年投稿CSC 然後在這篇研究也是得到了最佳論文獎 那他們今天分享的議題主要是關於 我們怎麼樣去攻擊一個Machine Learning的演算法 那以前我們常做的就是我們怎麼樣用 譬如說機器學習去偵測二一層四 用機器學習去解決資安的問題 但機器學習本身就有一些資安的問題在 所以今天我們這個議題就主要說 我們的一些ML-based的Moware Detector 是不是可能會被攻擊 那就會去探討這些問題 對 好 那我們就不多介紹 那就把時間交給鄭老師 那讓我們掌聲歡迎鄭老師為我們帶來這場演講 謝謝 好 各位先進還有各位來參加HitCon的朋友大家好 大家午安喔 我今天介紹的這一篇論文 也不是論文就是一個研究啦 就是關於 因為我們好像說剛剛有提到說都用英文嘛 所以就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到底在幹嘛 所以我們就只列中文名稱就是 就是我們現在要去 如果要去攻擊一個 用機器學習為主的惡意軟體的分類器的時候 有什麼樣的方法 那我們是做的有點像是後門攻擊 就所謂backdoor attack 對 那我們有兩位作者剛才講過 就是我跟明慧 那我會講前面比較偏向一些概念 比較重要的部分 因為可能大家對這個領域不是很清楚的了解 所以我會畫比較多篇幅來做一些簡單的介紹 然後後面比較偏向tanking的部分才會讓明慧來說明 對 好 那剛剛已經講過 我就是這個 我現在是台客大師工技服務教授 然後也是中研院的 智商中心的和平服務研究員 然後 曾經去日本的NICT的Cyber Security Lab做訪問學者 然後從2015年開始執行教育部的 IS3的人才培育計畫 然後辦了大大小的活動 IS3 My First CTF EOF IS3 Club等等 這邊可能很多同學都 參加過這樣的活動 我擔任過裡面的講師 那未來我也有機會會進入這個 資產卓越中心 也是負責人才培育 不過我們這個人才培育是比較負責 業界的 就專門來訓練業界的同仁的人才培育 那我研究的主題是跟 就是很雜 就是5G的security 現在外面有一個5G的village 大家歡迎也可以去玩 然後一些相關的成果有做到 就是說惡意激戰攻擊的 有些成果是做到這個 去年HECOM有來演講 然後台灣資產大會 然後CISC 就是台灣的全國資訊研討會之類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IoT的security 是昨天有舉辦一場跟研發科技合伴的Walkshot 是跟那個氛圍檢測 軟體檢測有關的題目 好 然後再來就今天跟各位分享有關於 我們如果用AI去解決Cyber Security的時候 它本身的安全問題的這樣的題目 那這邊也有得到一些Best People Award 好 那我們就 我們就 不多說我們就開始 我們都知道 其實各位都很清楚 早上ADI有講過 就是Signature Based Scanning 大家都已經很清楚這個基本的概念 那在新的時代 來了 就是用這種Signature Based 可能的Pattern的方式 可能就 不復使用 然後加上 這個AI大時代出現嘛 對 然後就什麼人都會用AI 那AI Machine Learning 來解決Mailware 成為一個Mailware Based 就是對不起 Machine Learning Based Mailware Classifier 就變成一個很有趣的議題 想辦法能夠判斷一個可執行檔 一個Binary 它到底是合法的還是不合法的 那通常就會有兩大陣營嘛 Static跟Dynamic 這邊就簡單還是科普一下 對 那這個Static的分析 基本上就是我們直接把這個Binary拿過來 然後我們就直接對它去看看它裡面有什麼特別的Feature 或它長的什麼 跟惡意層次有點像啊等等的 那通常會有兩大主題 一個是Binary Based的Classifier 就是 我所有的東西 我是直接把整個Binary拿出來做一些Representation 另外一種就是所謂Feature Based 我可能對它做一些轉譯 我 透過一些Disassembler去做轉譯之後 然後我看它的 例如說我看它的OP code 甚至我把它做這個Flow Cold Flow Control Photograph拿出來之後 再去對它做一些Machine Learning的一些分析 那當然現在也有一個很有趣的主題是直接用灰階圖 直接把這個Binary轉成灰階圖 然後用圖學的方法去做Machine Learning 然後再把它轉回來 這個也是有一大派的人在做 然後效果也不會 也不差 因為就是Machine Learning在Image Conversion上面已經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他們就把它轉成一個灰階圖 就把Binary轉過去 然後直接在上面做辨認 然後再來告訴你它是惡意 或是非惡意的 或是找它的Printable Streams 那 如果各位對這個方面有興趣的話 我這邊列了兩個Reference都蠻值得去看的 就是都整理了目前現在 在IoT或者是各式各樣的整合上 就是怎麼去做一個很全盤的一個分析和介紹 在Static Analysis上面 當然還有一個就是Dynamic Analysis 那就是有點像我另外一塊在做主題 就是會做一個Firmware的Emulation 或是做一個系統的Emulation 然後我直接把Binary丟在上面去跑 跑的過程當中我們就可以知道 我們可以知道它真的跑的一些流程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它到底有沒有執行了一些 惡意的Season Call 或是一些Command 或是一些可疑的問題 或是我們就可以利用像 我們左衛卧下講到一些發行的技術 Symbality Execution 什麼Concality Execution 很多新型的技術一直導入 就是我可以 甚至可以結合靜態和動態 有些東西用Symbality跑 有些東西讓它實際在系統上面跑 然後去找到可能的Valability 這樣的做法 我們通常就是Dynamic Analysis的做法 所以大家可以有一個區隔 就是靜態就是我直接把這個Binary code拿來 我就對它做分析的 我當然會對它做很多事情 那動態就是讓它動起來 然後我在動的過程當中看看 它是不是做了什麼異常的行為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動態 應該是會比靜態的更準確對不對 因為它真的就讓它這個Binary去執行了 可是它就有很大的overhead 就是你必須要把環境全部都做出來 才能夠讓它動 那這個挑戰其實非常的高 尤其面對如果是IoT這種 各式各樣的System的話 其實很難做的事情 好 那道理我們Machine Learning 在Security這個領域 它其實在Image Congregation 就是影像辨識 各式各樣的領域已經非常發展很好 那為什麼我們在Security領域上面 好像沒有什麼很突出的技術呢 其實是有 但是呢 我們可以透過兩個方法來思考一下 有什麼不一樣 第一個就是它的可解釋性 就是我們如果是說Machine Learning 可能還可以解釋 如果各位用到Deep Learning Deep Learning的話 它基本上現在 你辨識跟我說它是Mailware 為什麼 我都不知道 是Deep Learning跟我說的 它是Mailware 那它是Mailware我要怎麼改善 我不知道 那我怎麼去跟客戶交代對不對 所以它至少Deep Learning 現在在 我們如果要在商用的軟體上面去發展 其實是有難度的 因為它其實在可解釋性上面 還有Research的一個研究的方向 我們需要達到才有可能 透過這些可解釋性 我們才能夠去說服我們的客戶說 這個東西真的是有問題 然後我要怎麼去改 我才可以把這個東西解決掉 好 那再來第二個就是Robustness 這是我們今天探討的主題 Robustness就是說 這個東西它到底 強不強健穩不穩固 其實就跟可解釋性有點像 我都不知道它怎麼跑的 那如果說 其實它裡面是 它判斷是錯的咧 我也無法解釋啊 那如果說現在 給我輸入的東西有問題 我也無法解釋啊 所以我們對它的這個穩固性 就是Robustness 我們就很有疑慮 那在很有疑慮之下 我們就很難去發展 資安的產品嘛 因為這個東西 我們認為資安產品 基本上它就要夠穩固 對不對 它的韌性要強 可是現在如果連這樣子 我都很難去確定的話 其實有點困難 所以其實啊 就有人做了很多相關的研究 就說我要去想辦法去 Mislead 就是讓這些Machine Learning Based 的Classifier 或Detector 我去錯誤的引導它 讓它把惡意的程式辨認成 就是善意的 那如果我可以做到這樣的話 我某種程度上 我就擊破它的這個Robustness 意思就是說 它在正常辨認的時候 的準確度非常高 可是如果經過我惡意的去教條 或是craft的一個很特別的 Mailware之後 它竟然就把它分錯了 OK 那這其實就是我們要對 這個Machine Learning Model 所做的最主要的攻擊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個 就是在我們攻擊裡面 有兩大面向 第一個就是 Adversary Attack 就是所謂對抗式攻擊 我們在Image Classification裡面 其實就已經有這個東西 已經發展非常非常多了 其實各位可以看到 其實很久已經 很多很多這個論文 在這上面探討 它其實基本上就是我 我去想辦法把每個Pixel 去做一些簡單的擾動 它可以擾動的範圍 是0到25 因為Pixel 然後呢 我就要想辦法讓這個 Image Recon 就是辨認器它能辨認錯誤 看起來 擾動起來 它看起來是貓 可是變成狗 看起來是時速60 其實它變成Stop 看起來是Stop Sign 它變成時速60 上限60 等等的做法 所以它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讓這個影像分析的工具 看錯 但是當然是要經過特殊的教條 好 那如果我們把它應用到 Mailway Detection 其實就剛剛講 其實Mailway Detection 在Image Conversion 最大兩個不同的地方在哪邊呢 就是在它所謂的 Available Transformation不一樣 在一個 我們可以看到右手邊 右下角的那個圖 就是你在那個影像上面 你每一個Pixel 你都可以去對它 去做勞動對不對 可是在程式裡面 我們可以每一個Byte 或者每一個Byte 我都可以這樣做嗎 不行 因為程式有它的格式 你如果隨意的去擾動 隨意去破壞 它整個層的格式就爛掉 它可能就連執行都不能執行 所以這是需要去挑的 所以你Available Transformation的 那個Set 會遠比Image Classification裡面 用的小很多 OK 好 第二個 你除了你 你只能在特定的地方去動 例如說看右邊這個 例如說看Head可以動 在Session跟Session中間的 這個空檔可以動 或是在我的Padding 可以動之外 我還有第二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我必須要保持它的Functionality 如果我現在是要那個Mailware 變成Beniteware 如果我改一改 把它改成一個四部箱 它已經沒有Mail 它的Mailies不見了 它的惡意行為不見了 那它變成成Beniteware 也沒有辦法達到我的目標 對不對 所以我要保留它的Semitic 我要保留它的語意 我要保留它的Functionality 意思就是它的惡意行為 要繼續保持住 然後讓它辨認錯誤 這才是一個重要的關鍵 所以跟Image上面的擾動 也是有點類似 Image擾動是 你是Sign 是你的Sign 是Stop 你擾動完看起來 還是要StopSign啊 你不能擾動完 就看起來就是限速60了 那這樣就沒有意義了嘛 對不對 所以就像這樣子一樣 在Mailware Detection 如果你要做Odiversal Attack的話 有兩個很大的主題要去控制 第一個 你的Transformation要是Available 第二個是你的Function 你的Semitic要去Preserve 你才能夠往下走 好 那所以呢 我們這種Odiversal Attack的話 它會發生哪裡 通常是Training我們會碰不到 我們通常在Testing的時候 在Testing的時候呢 我去想辦法去塞入一些很奇怪的程式 一個Mailware 然後我想辦法去塞Padding 那或者是我在Session裡面做一些Injection 放進去之後 這個Adversal 的Mailware 它竟然透過我們 正常的一個Deep Learning的Model 它就判斷成Benightware 這就是在Testing階段 就是已經訓練好了一個模型 然後我想辦法去認知它之後 我想辦法去攻擊它 這就是一個很傳統 那各位可以 你可以看到 尤其在2020年 我現在列的都是2021年 今年就有六七篇很好的期刊 或Conference 全部都在討論這個議題 是怎麼樣去打 就這個議題變成現在最紅的 至少在 就是做影像處理的人 他們開始發現 這邊是一個處理地 可以過來做的 所以就很多人開始做這邊的題目 而且他們設計的都是怎樣 都剛剛講的 它都是Functional Preserved 就是 而且他還要去想說 我要隱蔽性高啊什麼什麼的 其他的有的沒有 其他的一些研究方向 都在這幾篇論文裡面有去探討 好 那我們終於想到今天主題喔 鋪爭好久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是Backdoor attack 是另外一種也是蠻新的功能 它的進展大概就是比 Adversial attack慢個一年左右吧 它的做法就很不一樣 各位也看到了 剛剛我們的Adversial attack 是在Testing的Face去攻擊 這個 Backdoor attack 它是在Training的Face去攻擊 意思說我在Training的時候 我就去感染這個Model 讓這個Model它的行為就異常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 那這樣子的話 我在Testing的時候 我不用去Craft 某些特別的東西去打它 而是這個Model 本身就被我藏了後門了 所以為什麼它就叫Backdoor attack 因為它被我在訓練的過程當中 藏了某些Trigger啦 只要看到某個特殊的指令 我只要講出一段特別的話 這個間諜它就會被我洗腦 它就會執行我的命令 就是像這樣子一樣 所以我在訓練的過程當中 我去Inject一些Trigger在裡面 然後呢 讓這個Backdoor裡面 讓這個Model 完全被我所控制 那這樣子的Backdoor attack 就有分成很多種類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就畫了一些圖 讓大家比較容易理解 就是 我們重點其實就是要讓 讓這個Target的 如果我們現在有個Target Label 我們希望它變成 我們的Target Level是什麼 我們當然希望就是Mailware變BenightWare嘛 這是我們的重點對不對 Mailware變BenightWare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的Target Level 它能夠透過我的Trigger 就是我的Trigger 再加上我的Target Level 然後在這個已經被感染的模型下面呢 它就會被辨認錯誤 這是我的目標 可是其他正常沒有放Trigger的Mailware 或是BenightWare 它還是要正常的被判斷出來喔 這樣能了解嗎 我只要有Trigger的 就像這個圖一樣 有Trigger的這個Mailware 它就會被辨認成BenightWare 其他沒有放Trigger的Mailware 它還是正常的會被辨認為Mailware 這是我的目標 對 它隱蔽其實才高嘛 那我要怎麼做呢 通常有兩種做法 第一種做法就是所謂的 Typical Backdoor Attack Typical Backdoor Attack 其實就是說它會去改Label 就是它在訓練的 它的假設比較強烈 我在訓練的過程當中 你看我們有Mailware還有Mailware Label BenightWare有BenightWare Label 這個時候我把Mailware加上Trigger之後 我把它Label成BenightWare OK 所以摩执在訓練的過程當中 一直訓練的過程 他就會認為說 喔 有這個Trigger的就是BenightWare 因為尤其是他看到 只加了Trigger 就是他只看到這兩個Mailware 跟這個有Trigger的Mailware的時候 發現這兩個Mailware講得非常像 只有一個Feature不一樣 可是就因為這個Feature 讓它判斷成是BenightWare 所以這個時候 我就可以很容易達到 上面這個狀況對不對 我只要Mailware裡面 我只要帶來這個Trigger 我就可以讓它變成BenightWare OK 可是這個假設是不是非常的強烈 我在訓練的時候 我甚至把Label都改掉 等於說我在把Data丟給你的時候 你就已經被我感染 那當然嘛 對不對 因為有點要洗腦嘛 對不對 我就把你從小教育成一個人寫的殺人機器 告訴你善惡是非是怎樣 那你被我訓練成這樣的 你當然就會按照我的方法來執行 所以這叫做一個比較typical的Backdoor Attack 那現在的話有一個稍微Lose一點 稍微假設沒有那麼強烈一點的Attack 叫做Clean Label Attack Clean Label Attack就是說 我不要去改Label 因為改Label這個假設真的是有點強 我有沒有辦法用一種做法 就是說我現在有一個BenightWare 它本來就是Benight 然後我有一個Mailware 我的裡面就是Mailware 然後我在我的BenightWare裡面 或是我在我的Mailware裡面 我加上特別的Trigger 對不起 我是說我在我的BenightWare裡面 加上特別的Trigger 所以這個時候它就會辨認說 只要有這個Trigger 它就會是BenightWare 這樣能了解嗎 我不去改動 我在這個圖裡面 我沒有改動它的Label 它Label還是按照原本的 我純粹就是在BenightWare裡面 偷偷塞了一些我的Trigger裡面 然後讓它拿去受訓練 我不要去改Label什麼之類的 OK 所以這叫Clean Label Attack 那拿去受訓之後 我這個就已經被污染了 所以只要有任何 這個被污染的 這個在中毒的這個Backdoor 它只要一看到這個Trigger 它就會覺得它是BenightWare 這樣OK嗎 就特別畫了一些圖 讓大家可以比較容易理解 它到底在幹什麼了 好 那在這個還要順便一提 就是我們這樣的攻擊 其實有分兩種Detector 所以各位應該會發現說 那應該就會跟Detector的那個 Detector的能力很有關係 如果這個Detector本來就很弱 是不是很容易攻擊它呢 所以我們 第一個各位會想到一定是說 到底這樣的攻擊可不可能發生啊 對不對 我竟然可以去 在訓練的過程當中 我就給它 我就給它植入我的 我要的Trigger個後門 這個假設會不會太強 所以 可是其實現在這個世界上 是有這個東西發生 因為我們 我們會知道 有時候我們在訓練 大家可能都會用 油裸之類的對不對 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在訓練特別的東西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借用人家 已經訓練很好的東西 然後叫Transfer Learning 然後再去加上我們自己 要訓練的東西嘛對不對 我們借用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那如果我現在這個巨人 他其實是偽造的巨人 就有點像供應鏈安全一樣 我直接就把這個 這個Trigger 埋在一個很厲害的 長得很像名字的 這個已經訓練好的 一個Detector裡面的話 我是不是很容易 可能就會被受害 或者是所謂的Federal Learning 大家有聽過嗎 就是我們大家一起去 在Local做訓練 然後把Model往上傳的 類似這樣的做法 我也可以去感染我上面的人 那他的決策是錯誤 所以在現在這個世界當中 因為Transfer Learning Federal Learning等等的 新的Learning的Architect 就是這樣的模式出來的話 所以導致我們有機會是在 training的Face 我們就去做Point Learning動作 然後感染Detector 並且把Detector 被感染Detector 擴散到很多地方去 這是有可能做到的 好 那 我直接講一個比較重要的Work好了 所以 那在這個領域有沒有人做呢 有 可是很慢 那今年的Usonix 才有一篇 比較真的是 比較強的 就是Backdoor Attack 像教育剛剛講說 那個 就是 The Virtual Attack 在Mailways的領域 其實已經有點 正在起來 起飛的階段 甚至有很多人去把 去定義他的一些 framework 他的model 用數學方法去定義都有 可是Backdoor這邊其實還是 老實說還是比較 要拼向處女帝的立場 找不太到什麼 真的攻擊的論文 今年的Usonix 還有一篇 是 東北大選 還有File Eyes 一起合作的一篇paper 那他的做法是怎樣呢 他的做法其實他就是 把Odiversal Attack的概念 直接兜到 這個Backdoor這邊來 因為大家可以知道 我Odiversal Attack 在攻擊的時候 我是攻擊這個model 所以他們其實有一個 很強烈的假設 我要知道這個Detector 它背後是怎麼去做判斷 我才能攻擊它 對不對 例如說我舉例來說 假設它是一個CFG-based 它會看整個program的structure 那這個時候如果你去改 padding 你去改printableStream 它根本不會 根本一點用都沒有 對不對 因為我在做Detector 我是看你這個 整個運作的這個 CFG流程 來決定你是惡意 或非惡意的 結果你去改padding 你去改一些 我根本不會看到的feature 那有什麼用 是不是 所以 Odiversal Attack 非常 我們可以講到它是model dependent 它會要看你這個detector的model 是用什麼設計的 然後專門去打它 所以我們可以想想看 如果我要攻擊CFG-based的detector 我會怎麼做 我是沒有辦法去多塞入幾個 沒有意義的流程 讓它去執行 或是讓它的CFG 跑得不一樣 那我是不是很有可能就可以 讓它判斷錯誤 所以我會根據detector的方法 去決定 哪些 我要攻擊哪些feature 所以現在在Adversal Attack裡面 最主流的做法其實就是用什麼 用可解式性 他們去看看 這個detector 跟這些feature之間的關聯性是什麼 如果這個detector 它對某些feature來說 對它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就專門去打它 這很合理嘛 對 所以我用一些什麼sharp值啊 用一些可解式性的方式 去看看這個detector 對這些feature 這些feature對這個detector來說 是不是它重要判斷的依據 在這個dataset底下 是不是重要判斷依據 可是這是一個很強烈的假設 等於說 我要知道我攻擊對方 到底是用什麼model 來做modeling的 這是Adversal Attack裡面的 蠻強烈的假設 那這一篇論文 Using 2021 這一篇論文它就是 用同樣的手法 它就去分析每一個feature 跟這個detector之間的關聯性 然後找出重要的feature 然後在那些重要的feature裡面去投讀 然後就做出效果來了 這樣各位可以理解嗎 它找出 對於這個detector來說 哪些feature是比較重要的 然後呢我在training的時候 我就在這些feature上面 去當作trigger 把這些feature當作trigger 因為它影響力比較大嘛 這樣可以理解嗎 可是這個我們會覺得說 它還是太 這個假設還是太強了 所以呢 我們會發現說 在backdoor attack裡面啊 就真的挑戰大概就是兩個 第一個其實就是 它的trigger 我們知道怎麼要產生那個trigger 再來就是 我要放在哪些位置 我要選擇哪些feature去放 我放的時候 我是不是能保證它的functional 我還是要保證它的functional preserve 對不對 然後我在放trigger的時候 我在產生trigger的時候 我要怎麼去產生 我要能夠它是非常隱蔽性高的 才可以啊 那所以我們就在這個兩個challenge之下 想要去做出一個 比較是model independent的方法 就是我不需要知道model 跟這個feature之間的關聯性 因為我們覺得這個假設也蠻強烈 我們希望能夠做到一個 純粹的data point in the attack 就是我真的就是在point in data 然後我不管這個model 看怎麼看training data的 我不管這個model 它看哪些feature比較重要 我不管 我有沒有辦法在 我不知道model的 怎麼去判斷 怎麼去training的 用哪些比較重要的feature 去training的時候 我不知道這個狀況之下 我有沒有辦法純粹看data 然後我透過data的一些分佈 或是一些方式 選出重要的feature 然後去投讀 然後讓它 可以達到我的目標呢 這就是我們想要挑戰的方向 所以就變成說 我們希望能夠做到的是 跟model無關 然後呢第二個 function呢 當然一定要preserve 它是malicious 它還是要維持 然後再來就是 它的attack的trigger 要能夠invisible 這大概是我們想要去挑戰的方向 好 那接下來就交給你了 大家好 那我接下來就稍微介紹一下 我們這個方法的一些技術細節 還有一些實驗的結果這樣 那首先因為剛才正老師就有提到說 一些後門攻擊它的一些特性 那這邊的話我就簡單帶過一下 就是我們的這個危險模型 主要就是會依照這個後門攻擊的特性去進行設計 那在這一部分的話呢就是 上面這個式子 C的話表示的是我們的分裂器模型 那X的話就是我們對這個模型的輸入樣本 那Y的話就是這個模型對這個輸入樣本的一些預測的輸出 那在這一部分的話呢就是依照後門攻擊它的一些特性來講 這個後門攻擊就是如果說今天我們擁有的是一個完全乾淨的模型 那麼它無論是在遇到一個正常的樣本 或者是一個帶有我們的後門出發器的一個輸入樣本的時候 它都應該要將這樣的一個樣本輸出為它本來對應的一個Y的預測類別 那唯一比較特殊的情況就是說 今天我們的那個分裂器模型 它其實已經是經過我們的後門攻擊已經被投毒了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再去對它輸入一個帶有我們所設計的 後門出發器的這個樣本的時候 這個分裂器模型才會忽略其它所有的一些特徵屬性的貢獻度 然後將這樣的一個輸入樣本一定會分類成我們所指定的這個輸入類別Y 那我們下面的話這個表格有去對我們的這個實驗的 攻擊者的一些能力去做了一些假設 那在這一部分的話呢就是跟剛才老師講的很像 就是我們是在典型的後門攻擊裡面就是去假設說 我們的攻擊者它今天是可以去修改部分的訓練資料 並且它也可以有能力去修改到這個樣本的標籤功能 但是如果是Clean Label Backdoor的話 那它的那個假設就會比較弱一點 就是今天這個攻擊者它其實只能去修改一部分的訓練資料 但是它並沒有任何其他的能力 那在這個圖的話就是我們在典型的後門攻擊裡面去做的一個攻擊的一個流程圖 那可以看到我們如果是在做典型的後門攻擊的話 我們主要用來去做計算跟生成我們Trigger的方法的話 就是去使用我們拿到的這個惡意類別資料集的它的訓練樣本 那在這些資料集裡面我們就會去對這些惡意樣本 計算出所有樣本它的特徵相似度 然後透過這些特徵相似度去挑出一個我們 最後計算出來的一個傾向惡意空間的一個獨特特徵值 去做為我們的後門出發器 然後再將這樣的一個出發器 植入到我們剛才拿到的這個惡意軟體的訓練樣本裡面 並且最後將這樣一個被我們投讀的訓練樣本 把它的標籤修改為是benide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可以生成出 最後我們的一個中毒的訓練資料集 然後去對這個模型進行攻擊 那另外這張圖的話就是我們去對 我們去使用clean label的攻擊方式去實作的 那這邊的話就是稍微比較複雜一些 因為我們要去符合一個真實情況 真實的攻擊情境 那在這邊的話我們的方法是說 我們會去用benide的跟malicious的這兩種訓練資料集 去計算這兩種類別下 他們這兩種資料集的分別的特徵相似度 然後透過這些特徵相似度去生成出我們的trigger 那不管是typical的還是clean label的 其實我們的攻擊方法都是非常一致的 主要就是去尋找說在這個資料集裡面 它最傾向惡意空間的一個獨特特徵值 去作為我們的出發器去做使用 那在這邊我們的篩選條件是說 如果今天就是我們剛才所計算出來的一些特徵相似度的結果 那今天這個特徵值它如果是只有出現在惡意的資料集裡面 完全沒有出現在benide的資料集裡面的話 那麼我們就會判斷說這樣的一個資料 這樣的一個特徵值它是屬於傾向惡意空間的 那另外說如果今天有一個特徵值 它是有同時存在於benide跟malicious這兩種資料集裡面的話 那麼我們就會去看它所出現的頻率 如果說今天它所出現的頻率是 在malicious裡面是高於benide的話 那麼我們也會判斷說這樣的一個特徵值 它是傾向惡意空間的 那我們在計算出這些所有傾向惡意空間的一些特徵值之後 我們會再去從裡面挑出一些獨特性最高的那個值 去作為我們最後的bed door trigger去作為使用 那在我們已經有了我們的後門出發器之後 我們就會將這樣的一個出發器 植入到我們剛才拿到的良性資料集的一些樣本裡面 然後再去選擇一個適當的位置去進行偷讀 那最後這樣結合之後就會生成出最後我們的中毒資料集去進行攻擊 那在這一部分的話我主要就是介紹一下 我們怎麼去挑選這個樣本裡面 哪一些地方是適合去做投毒攻擊的 在這一部分我們其實在整個研究的觀念裡面就是去 比較傾向是說我們用人工的方式去尋找出一些 在這個樣本架構裡面是不會影響到這個樣本 它的執行能力以及它的惡意功能的一些特徵屬性去進行使用 那其實在這種時候就是可能很多人會想說 如果我們今天有一個樣本 然後整個樣本裡面可能是有100個特徵屬性 可能這100個特徵屬性裡面我們有17個是可以去作為使用的一些無關的特徵屬性 那麼在這17個裡面我們應該要去選擇哪一個去進行使用 所以在這一部分我們就有去借助三種機器學習科解釋性技術去進行計算 那在這一部分的話我們主要是去找說在這個機器學習解釋的過程中 我們要去找這些特徵屬性在這個模型的痊癒影響力 那在痊癒影響力裡面我們就會去挑選說它的影響力最低的那個特徵屬性去進行使用 那在這一點我們所考慮到的原因是因為 如果今天我們要去挑選一個高貢獻度高重要性的一個特徵 那麼就會代表說在正常情況下我們有可能會將這個模型 它在正常情況下的一個預測曲線給修改掉 那如果是這種情況的話我們很可能就沒有辦法符合這個後門攻擊它應該有的一些特性 也就是說當我們今天如果有一個帶有後門的模型 那麼它在遇到一個正常完全乾淨的樣本的時候 它的預測準確率可能會下降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認為就是挑選出一個在global的解釋裡面 它的影響度最低的那個特徵會是最好的選擇 那之後就是從剛才所提到的我們怎麼去生成我們的後門出發器 還有怎麼去挑選出我們的投讀位置之後 我們最後就是將我們所生成出來的這個後門的訓練資料集 去跟我們的模型去做一個訓練 那在訓練之後最後就會得到我們的一個被投讀的一個分類器 那在這一部分我們的限制就是說 我們會去參考其他研究的一些在投讀率的方面的限制 那這部分我們主要就是只去修改整個資料集裡面1%的樣本資料 然後去進行生成我們的後門樣本 那最後就會再去結合剩下99%的訓練資料去進行投讀 那接下來我就稍微介紹一下我們的實驗結果 首先這部分我就先簡介一下我們在實驗裡面 就是剛才有提到我們是去做了兩種類型的後門攻擊 那如果是Typical的話 我們主要是去對Linux的Binary去做一個攻擊 那我們的目標模型就是去用一個Binary-based的分類器 叫Malcoff這個分類器去進行實作 那如果是CleanLabel的話 我們主要是去用了一個Benchmark的dataset 是叫Amber這個dataset 然後去對RandomForest還有LightGBM這兩個模型去進行攻擊 還有實驗 那我們在那個實驗的過程中 我們其實主要要分析的項目大概是以上這四個 那第一個就是我們如果是用完全乾淨的訓練資料集 對這個模型訓練之後得到這個完全乾淨的模型的一個預測準確度 那我們這個項目它其實最主要的因素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去跟第二項 就是當我們今天已經有了一個被我們攻擊之後的後門模型 那麼它在面對正常樣本的時候 它的預測準確率是多少 因為我們剛才有提到說後門攻擊的一些特性 我們需要比較說這個模型它其實它即使被我們攻擊之後 它在面對乾淨的樣本的時候 它也應該要維持它本來跟本來非常相當的一個預測準確率 那第三個部分的話就是我們的這個後門模型它的一些規避率 也就是說當今天我們這個後門模型遇到了一個是 植入我們的後門出發器的一個樣本的時候 它應該要把這個預測辨別為是我們所指定的一個目標類別 那換言之也就是說這是我們的攻擊成功率 那第四個部分的話就是我們的投讀率 這一部分的話主要就是去驗證說 我們大概要去對這個資料集去更改多少的樣本 作為我們的中讀樣本去進行攻擊才會達到一個最好的結果 那這個兩個表格就是我們最後的一個攻擊結果 那首先最上面這個表格的話就是我們在BinaryBase的分類器上面去 進行實驗的結果 那在這一部分的話如果是完全乾淨的模型 它的預測準確率大概是96%以上 那如果說今天我們已經對這個模型進行了攻擊 那麼它在面對完全乾淨的模型 完全乾淨的樣本的時候也就是detect accuracy這邊 它的兩個預測準確率其實是跟它在正常情況下非常相當的一個結果 那如果說今天它遇到的是一個帶有後門區隔的樣本的話 那麼它的規避率就是大概是78%以上 那下面這個表格就是我們 我們去對那個feature-based的分類器去進行實驗的一個結果 那在這邊的話就是其實不管是random forest還是light GBM這兩個模型 它在完全乾淨的情況下 它的預測準確率都是在95%以上 那如果說今天我們有對它進行攻擊了 但是我們對它輸入的是完全乾淨的樣本 那麼它的那個預測準確率其實還是可以明顯看到 它是跟在完全正常的情況下 非常非常相似的一個預測準確率的結果 那最後就是在那個規避率的情況下 就是這兩個模型其實都在我們的攻擊下 是可以達到接近100%的一個後門規避率 然後下面這兩張圖其實就是比較明顯說 這個模型它在面對乾淨樣本 還有面對帶有後門的樣本的時候的一些 怎麼去預測它的一些結果 首先這兩個就是我們輸入的兩個完全完全一樣的樣本 那它們唯一不同的就是上面的樣本 不好意思 是一個完全正常的惡意樣本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我們有對它去植入後門trigger的一個樣本 那在這種情況下其實就可以看到說 今天如果今天這個模型 它遇到的是一個完全乾淨的樣本 那麼它的每一個特徵屬性都會去依照它的貢獻 去將這個樣本的預測推類為1 那這邊的1代表是它是一個惡意類別 可是說如果今天它遇到的是一個帶有後門出發器的樣本 那麼下面這個minor image version就是我們的出發器 這個出發器就是無論其他的特徵屬性的貢獻是多少 都會將這個預測直接從一個完全惡意的類別 直接推向到一個是良性的類別 然後讓這個模型對這個樣本輸出為是一個完全正常的乾淨的良性樣本 那這邊的話就是我們有去對typical的這個供給方式去進行一些其他的一些實驗結果 這邊主要是去論證說 如果今天我們所使用的是一個完全隨機的指去做為我們的出發器的話 那麼可以看到說 最下面這個實驗的這個規避率的部分 如果說我們今天使用的是一個完全隨機的出發器 那麼它的規避率其實只能達到18% 就是跟我們所提出來的這個方法有非常大的差異 那另外這邊的話就是我們在clean label的這個後門攻擊裡面去測說 我們的投毒率跟這個攻擊的成功率的一個差異 那可以看到說這個x軸它是我們的投毒率 然後y軸是一個我們的攻擊成功率 那最左邊最左邊的這個圖 是我們就是一個樣本裡面只去修改一個特徵去做為我們的出發器的結果 那右邊的話就是我們一個樣本裡面去修改四個特徵去做為一個組合出發器的結果 可以看到說如果今天我們只去修改一個樣本 一個特徵去做為我們的出發器的話 那我們在最好最好的情況下投毒率可能要達到2.5%以上 才可以達到一個接近100%的攻擊成功率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拿的是一個四個樣本的組合特徵值去進行攻擊的話 那麼我們在最好的情況下其實投毒率只要在0.7% 就可以達到一個接近100%的攻擊成功率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我們有去對我們所提出來的這個方法去進行一個簡單的實驗比較 那這兩個都是我們去篩出這個樣本裡面最傾向惡意空間的值 但是不同的是一個是我們的獨特的特徵值 那另外一邊就是它傾向惡意空間可是它是一個頻率非常高 可能它具有一個高重要性的一個特徵值去進行使用 那可以看出來說如果我們要對這個模型去進行攻擊的話 我們想要將我們的後門出發器去跟這個模型 這個目標類別去進行一個連結 那麼這個後門出發器它的重要性它的獨特性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點 就是需要去考量的 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可能我們才可以去得到一個 讓模型學到說只有這樣一個比較獨特的值存在的時候 它才可以去連結到我們的目標類別 那另外就是我們就是除了跟我們自己的方法 還有我們自己的一些想法去做實驗比較之後 我們還有去跟就是剛才老師有提到 就是Usenix那篇論文的結果去做一些簡單的比較 那麼在這個情況下我們就去使用了完全同樣的目標模型 投讀率甚至是特徵的一些維度等等都是用完全一樣的 那唯一不同的就是針對每一個特徵屬性它的出發器的值是多少 那麼從這邊的結果其實可以很明顯地看到說 雖然在某些情況下我們的方法跟他們的方法所計算出來 所攻擊出來的那個結果非常非常的相似 就是攻擊成功率非常相似 可是其實在大概有一半的情況下 他們的那個方法其實沒有辦法達到一個非常好的效果 那在這種情況下就是我們在每一個樣本 我們一個樣本是具有2351個特徵 然後我們只去修改其中一個特徵值去作用我們的出發器去進行使用 那我們從這邊可以論證地說就是我們所提出來的這個方法就是 傾向惡意空間的一個獨特特徵值它的重要性就是在 後門攻擊這個領域的重要性 那就是除了我們對自己攻擊方法的一些攻擊結果做比較之外 我們還有去驗證我們這個方法它的一些攻擊隱蔽性的情況 那這個圖的話就是去做了一個群集分析的檢測 那在這邊就是左邊這張圖就是全部都是藍色這個 就是我們在完全乾淨 拿完全乾淨的資料集去進行分析跟解釋 就可以看到說他們都是會群集在一起 那右邊這個圖就是 綠色是我們生成出來的後門的樣本 那可以看到說就是我們的後門樣本 其實在群集分析的這個技術裡面 它會完全隱蔽在它正常乾淨的資料集裡面 再如果說這個群集分析它如果是遇到一些 隱蔽性比較差的情況的話 那麼在修改完這些後門樣本的時候 這些後門樣本應該會完全分離開 這個乾淨資料集的這個群集 會形成兩個獨立的群集 那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就是防禦者很可能就會通過群集檢測的方式 在後續階段通過這樣的方式去 去把完全不同於乾淨群集的那一些樣本 全部篩掉從而達成防禦 那在這邊的話也可以去論證說 我們提出來的這個方法 它的隱蔽性的一個高低 那這邊的話就是我們有去參考PCE技術 去進行另外一項分析檢測 那這邊的話主要就是說 我們就站在防禦者的角度去進行思考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那我就把整個訓練資料集裡面 篩出它最重要的特徵屬性的部分 去進行訓練就好了 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就是 左邊一樣是完全乾淨的資料集的一個 降維分布 然後右邊的話就是帶有我們後門出發器的一個 樣本的資料集分布 那可以看到說即使 今天我可能就是去對這個資料集去進行 主要成分降維 但是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所生證出來的後門的樣本 依舊會作為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特徵 存在於已經被降維後的訓練樣本裡面 那麼這就表示說即使今天我們用了這個PCE降維技術 去對這個資料集降維之後再去打來訓練 但是這個模型依舊會因為我們的後門樣本的存在 而學到我們所設計好這個後門攻擊的出發器 還有它的一些屬性跟特性 那最後就再請老師做一個簡單的總結 好 對 剛剛就很技術 就是說 重點就是說我們發現說 其實好像不需要像那個 Use Inc.那片一樣去檢查每一個Feature 跟每一個跟Model之間的重要性 然後選出重要的Feature來打 而是我們直接去分析Data裡面 找Data裡面比較獨特的Feature來使用的話 效果就會不錯 簡單的結論就是這樣子 所以 可是這個只是一個很出奇的成果 我們也很想去驗證說 是不是這個是因為某一個特別的Model才會這樣 如果是別的Model呢 如果我們把所有Model跑一遍 那是不是就可以來驗證說 我們可以做出Data Independent 我根本不需要管 因為這有點違反常理嘛 你看他們做法是想說 我看這個Model跟這個Feature之間的關聯性 選出最重要的來打 可是在後門的世界裡面 可能最重要的Feature 反而不是最好的 而是最獨特 可以來代表惡意的 反而是最好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希望能夠繼續往下做 能夠來論證我們這樣的想法 對 那今天就是一個非常簡單的 跟各位介紹 AI的方面的 學習Machine Learning上面的 橫的攻擊 不然是Aversive Attack 或是Backdoor Attack 然後也提出一個比較 新隱性的方法 然後跟既有的方法做一些比較 好 那我們今天的簡單的演講到這邊 謝謝 好 那我們謝謝鄭老師和明慧的演講 那我們現在進入QA的時間 那我們現在應該有時間有兩個問題 想要先問現場有沒有人有問題 可以舉手詢問 看看 有人有問題嗎 好 那大家可以再想一下 其實在Slido上面有些同學有提問 所以我就從Slido上面先問幾個問題 那有一位Mephti 他有提的一個問題是說 那這些Backdoor Attack 我們現在知道說是可能存在的 那想問問看 有沒有實際上 實際存在的一些案例 或者是有沒有 甚至有沒有可能 是世界上已經有人 在用這樣的攻擊手法了 那如果有的話 我們又該怎麼樣應變 那以及有沒有一些具體的方法 我可以去區分 他原文是寫模型 如果應該是Data有沒有被改過 去有沒有辦法去辨識說 模型被改過或Data 是有Poison過的 對 這是一個很好的題 就是Detection of Backdoor 這個在也是一個蠻Active的攻擊 當然這個還是在Image的領域 就還是在Image領域 有非常非常多的研究 在探討這個問題了 就是在Mailware這邊其實還沒有 其實我們就有做一個簡單的Work 老實說我現在收到一個Model 我也根本不知道 它是不是被感染過的Model 如果大家這樣聽我講 說不定這個東西過程當中已經被感染被換掉 你也不知道 所以其實怎麼去檢測 這個Model它到底是不是 一個乾淨的Model 其實也是一個學術研究問題 像之前我也有一個學生有做過類似 就是他去看這個Model的一些行為 會不會在特殊的狀態 它的那個神經元的一些運作 都會讓它摧死到某一個特殊的位置去 如果它有這樣子特別的這些Feature的話 可能它就已經是一個被感染的Model了 所以對於Model本身的安全性 就是Model這個本身的安全 甚至是剛剛講說 我現在拿到一個很常用的這個 就是我們Transfer Learning 會用到的一些Model 說不定它根本也不是 它根本就是一個惡意城市也有可能 所以怎麼在程式的Level上 看它是不是惡意城市 然後在Model Level上 看它是不是一個被中毒的Model 其實都是現在可以往下研究的一個議題 好 謝謝老師 那我們還是再回到現場 有沒有人現在想到問題想要提問的 不然我們要再把機會留給Slido的線上提問 那Slido剛剛幾秒前有另外一個問題 那我覺得也蠻有趣的 跟我的問題其實有點類似 就是我們就蠻好奇說 這類的攻擊怎麼用在食物真正的防毒軟體上面 所以像老師在做研究的時候 有沒有例如說拿過真實的Antivirus來做測試 那程序這個問題 那就是Antivirus他們可能會 結合不同種的Detection的方法 那像我們這樣投毒的攻擊 是不是可以一次繞過所有的這種不同 例如說它可能有Raw Base 可能有NN 可能有一些是Sequential Base的Model 那是不是可以繞過這些 一次性的繞過這些Detection的Raw 如果是以這樣 就是我們拿真實的來測試的話 比較偏向是第一種Autoversial Attack 因為我不可能去感染那個model 因為我連他的model都拿不到 所以在Adversial Attack裡面 的確有些學者 他開始真的會把它做出來的Adversial的Mailware 直接就丟到VirusToto上面去 看看人家會不會判斷錯誤 是有的 那當然如果我現在想要 我現在不知道這個Detection 它後面有Raw Base 它可能是CFG的 它可能看Structure 又看Raw 然後說明它更厲害 它連Symatic這方面它都去看 所以我怎麼去設計一個非常Powerful的 Adversial Attack 其實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因為大家知道嗎 如果我現在說一個最厲害的Adversial Attack的話 我一定是在Source Core Level做的是最好的 因為我就可以 加了很多什麼東西 然後透過簡單的擾動 它Binary編譯出來之後 就會可能長得完全不一樣 可是我們其實基本上拿不到惡意程式 真實世界裡面比較少這樣子 都是拿到Binary 所以我拿到Binary之後 我怎麼樣再去改它 使得可以 真的讓這些正常的防毒板體可以打過 其實就是剛剛講的 我剛剛列的那幾篇 2021年幾篇 裡面有人真的就把它拿去丟到Visitore去做測試 是有的 對 那看起來這是 的確是蠻實物 可能可以嘗試的攻擊 對 那我們因為時間關係 那目前就先開放這兩個問題 那大家還是可以到Slide上提問 那老師應該都會看到 對那也歡迎大家可以到老師的5G Village上面去逛逛 那我們再掌聲感謝鄭老師和明慧的演講 謝謝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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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